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图鲁番还有和田爆发流血冲突事件之后 中共政治局常委于政生还有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是赶到新疆亲自维稳 展现中共对于新疆维稳更加强硬的作风 对此呢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就警告 中共当局一味的打压只会形成新疆民族更为强烈的反弹 他呼吁当局要调整对江政策 才不至于发展成一个民族的对抗 7月5号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四周年 每年这个时候 中共当局都会出动大批武警部队及装甲车加强巡逻 据人权组织透露 新疆多个政府部门电脑网络被切断 公务员电话 手机不能发放及接受短讯 而在乌鲁木齐市游客众多的国际大巴扎市集 一群武警手持枪械和盾牌 头戴钢盔 在街头四处走动 驻江武警部队还举行了万名军警 摆量装甲的演习 同时自治区公安厅发布通缉令 收缴刀具以及提供悬赏 加大对所谓可疑人士的打击力度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里哈姆·吐赫提 则批评北京当局在他的家乡新疆实施严厉的高压措施 并且煽动族群不和 来自新疆 一向敢言并且倡议维护维吾尔族权益的吐赫提 7月5日在维吾尔在线网站发表文章说 我了解我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有梦想的 这个民族是有很强的历史文化 民族传统 它如果不被尊重的话 在这个开放的时代 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这个民族它可能会走向全面的对抗 虽然中共当局把6月底在吐鲁番与和田发生的事件 定义为所谓的暴力恐怖事件 但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则指责说 这是中共的高压政策导致的民众反抗 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 新疆维族人面临的不只是中共的压迫 他们还要承受信仰和种族的被欺压 在这种情况下 维族人的反抗 自然会比其他地区的汉族人民来得激烈 中共在新疆如果它压制不住这种反抗的话 很可能呢 其他的省份 汉族的人 会以它为榜样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抗 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东西 所以说中共呢 派出大批的警力和军力 用宣传机器把早素民族的人民和中共之间的对立呢 把它说成了一个主权问题 蓝述认为 新疆维族人的要求被说成是主权问题 反抗说成恐怖行动 中共的目的是挑起族群对立 让内地一些不了解真相的民众 对新疆维族人产生仇恨 同时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表示 现在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党民矛盾 是来自于这群手里握着刀把的共产党员对人民的压迫 而新疆事件 当局虽然加强了警力部署 但仍无法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 说明有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反抗中共的镇压 2009年7月5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 官方公开的数字表示 在冲突中有197人死亡 1721人受伤 由于事发后 中共立即封锁了消息 所以真实死亡人数至今仍然是个谜 似乞 Batman 但是 在吴 崩